嗯~~ 唔~~ -然後又吃口香糖一樣對不對? 對 火山醬來吃吃看喔 哇 很破了吧 單點到了 洋蔥圈 這超厚的 看起來像花枝欸 這是火山爆發了 整個流出來 嗨 我們今天突然想要吃那種很美式很豐厚紮實感的食物 剛剛本來在猶豫說要到旁邊的打美樂嗎 還是吃三明治 那我們掙扎了一下就覺得吃三明治好了 尤其是這一家 它的那個圖片看起來都超厲害的 這一間的店名叫做Greater 是那個廚房用具會用來把那個胡蘿蔔絲啊 或者是那個起司那種消失的那種東西 然後剛看到它裡面的裝潢燈具的外面它也是直接放那個 他們家起司最有名了 就是這種三明治整個爆漿的口感 畫面超好看的對不對 對 我們要來試吃了 然後剛剛發現他們竟然也有沾湯的耶 我們之前不是有說過只要沾湯都會大加分嗎 我想試試看它的這個沾湯的 它沾湯這個裡面還有那個牛肉渣渣耶 我們上次吃Berea Taco 然後這次是Berea的那個Grilled Cheese 等於是煎烤起司三明治 加上它的那個燉牛肉 燉牛肉湯 嗯 這個洋蔥圈 它長得都已經像是炸花枝了 超級厚實的 然後你點的是一個龍蝦Grilled Cheese 三明治 好 先看一下他們那個三明治的部分好了 因為它都是有煎奶油對不對 對 這種麵包通常會乾奶油會煎得很酥脆 所以我是比較喜歡這種麵包 對也會比較香 你看 哇今天的紋路都好漂亮喔 金黃色酥脆的外皮 好 先看 哇 有沒有很美的畫面 整個都是籤絲 龍蝦肉和炸過的那個蟹肉 蟹肉 對這邊都有蟹肉 然後大概至少有兩三種以上的起司 然後吃的時候它起司太膩 所以它會附上這個 一根至少生黃瓜 好啦先試吃囉 這種麵包應該是外皮要有點酥脆 然後麵包中間還要稍微有點軟 對它外皮酥酥的 然後裡面軟軟的 然後重點是 因為它起司很多很厚 所以當我咬下去的時候 起司跟蟹肉的感覺都是那種 軟Q軟Q的彈性很好 然後它的這個吐司是有香味的 然後裡面的這個起司味 它的醬料 醬的話呢 就像是那種微微就一點點酸的那種美乃滋 然後鹹鹹的 重點是那個起司味真的很濃 能感受到就是好幾種不同的起司混在一起 整個超級豐厚的 嗯 好像在吃口香糖一樣對不對 對 那個美乃滋醬是有點微甜的 對為了要配海鮮 嗯 我覺得不太會吃膩耶 因為它裡面的味道層次感太多了 就是它的調味我覺得就是很剛好這樣子 好再吃一口來看看 每一口都牽絲 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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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邊grilled cheese的種類啊 大概有10種以上 嗯 好看一下大跑點的 哇 滿滿的牛肉香菜洋蔥還有起司 嗯 量感也好豐盛喔 對 因為 龍蝦成本可能真的太高 它不能放太多 它 肉的話 畢竟就是這樣 所以就可以塞滿一點 對 我先單吃看看 好耶 那起司味確實非常的重 嗯 然後那麵包 我覺得煎脆的非常的 就是非常道地 對 這種三明治呢 很怕就是 那個廚師偷懶 然後麵包煎得不夠脆 或是奶油 煎得太少 就不到地了 嗯 它的吐司裡面非常多的這種 叫做蜂巢 對不對 很多的空洞 雖然它麵包兩面是有點脆 可是呢 咬完那個脆的部分的時候 你就非常的鬆軟 鬆厚 所以 並不會讓你覺得說 麵包太多嚼勁 因為畢竟起司這麼多 已經很有嚼勁了 對 麵包再有嚼勁的話 就吃起來就變得 看來吃饅頭了 對 而且不會乾耶 對不會乾 它這個吃法呢 正宗吃法是要沾這個醬 對 因為我們已經沾醬沾上癮了 呵呵呵 所以就只好來挑戰一下 現在看到有高湯的都很開心 這家店不算是墨西哥餐廳 可是我剛剛看店員或廚師 他們應該是墨西哥人 所以 應該做出來也很道地這樣子 對啊 有啊他們在那個網路上 是4.4顆星平價 很高的 對 好我先單喝一口好了 哇 哇 這其實不會輸我們上一次到那個道地的TACO店吃的那個肉汁耶 哇 好沾了以後呢再滴汁了對不對 嗯 好來吃吃看 好 嗯 嗯 它那個麵包 甚至比TACO的皮更會吸附那個湯汁 所以它 因為表皮很脆 所以一泡完如果你馬上吃的話 就是還會有那種爆汁的感覺 而且它的味道會直接很快就吸收在那個吐司裡面 對 所以我覺得這樣吃是更厲害的 那你的會很辣嗎 我的完全沒有辣味 但是很多那種墨西哥的香料味 在那個湯汁裡 嗯 肉本身就是這個高湯燉煮過的 所以也是有鹹味或什麼 但是沒有辣味 對 好你來吃吃看這個瓜 對 因為它都直接附一整根 然後看起來也像是他們自己做的 嗯 嗯 嗯 超脆的 然後 它跟那種酸黃瓜不一樣 酸黃瓜有時候沒有這麼脆 它算是 對其實 介於半熟那種感覺 酸度我覺得蠻剛好的 大概就中間 它不會到那種 一吃進去就 嗚嗚嗚嗚嗚 臉怎麼會變臉 沒有 它算是單吃有一點過酸 可是還是好吃的 然後它上面灑了 這麼多那個 義大利辣椒片 對義大利辣椒片 然後就有一點微辣口感 然後我現在要試吃這個 長得很像花枝圈的樣子 它是給我們的應該是 Ranch醬 外皮應該很酥脆很酥脆 整個是蠻硬的 要有一點用力才能夠 往下壓這樣子 這種皮的洋蔥圈 我個人是比較沒有那個喜歡 我比較喜歡它的表皮是沒有這種 一粒一粒的 比較光滑的 然後比較光滑 可是他們是有餐啤酒下去調的 所以它的那個表皮是有啤酒味 我會覺得那個炸粉太厚了一點 對 沒有覺得有吃到很多洋蔥 就只有一點點洋蔥 然後都是粉 都是這個大的粉 就很像雞排也是一樣 雞排如果那個炸皮太厚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不過癮吧 就是那種少的那種juicy的感覺 好本來覺得這間店它的整體裝潢設計 都非常的年輕 有文青感 感覺就是 不至於說到會這麼的到位 但是吃起來覺得真的很好吃 而且你看 後面還有那種年紀超大的 爺爺奶奶也來吃耶 我覺得 如果是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囉 2000年後 嗨 我們今天呢 要來韓國超市買菜 就順便在這邊的美食街 然後享用我們的中餐 我點了一個辣椒炒馬麵 看起來非常的厲害 料多 看起來好像很辣耶 好多辣椒 然後還有木偶 炸醬 白菜 整碗料滿滿的 花枝 哇 味蠻出來了 超滿的 哇 好豐盛喔 然後我的也有附小菜喔 是這個黃色的和菸蘿蔔 哇 它的那個 辣油好多喔 很怕那個一盤起來 然後就整個煎得到處都是 它這個湯的濃郁程度 是那種韓式餐廳的 就不是那種 我們一般可能在美食街會覺得它比較水一點 超濃的 超濃的 它整個麵條都有辣 然後海鮮味很重 也夠鹹 那這樣湯喝起來可能就會太夠味一點 因為它是韓國超市裡面 賣的韓國餐 被辣嗆到了 辣爆了一點 我覺得這可能有麻辣鍋中辣的等級了 可是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而且吞的時候要小心 真的會被那個辣嗆到 它那個辣是會一直衝進去 衝進去的 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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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Q 真Q的 哇 好多塊喔 是幾塊 八塊嗎 還是三塊 我是點全雞 全雞 全雞點比較划算一點 對 反正吃不完可以帶走 對啊 它是現炸的 一定很好吃 這都要點20分鐘 煙蘿蔔 兩種醬 這個是最辣的火山醬 哇火山欸 對 好多那個辣椒顆粒喔 煙過的那個墨西哥辣椒 阿蘿培牛辣椒 好現在大台要來試吃炸雞 沾那個超級辣的火山醬 哇 吃好多中間好像一道河流一樣 對啊 超厲害的 哇還在爆煙 好我先吃一塊它的肉的原味 好啊 嗯 它是有醃漬過 有味道的 哦 不會是只是白白的雞肉 對 還是有些微鹹的香料味 哦 真的厲害 但是基本上還是要 一定要沾醬 那我來沾一下它那個 比較不辣的那個醬 這是康菌醬 嗯 它沒有標示有辣 嗯 我個人是最喜歡這種 這個醬的味道 因為它有些其他的那個 那個Sweet 嗯 Spicy那種 對我來講我覺得太甜了 它是微甜微酸 然後有很重的 煙燻香料味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那個味道不錯 火山醬來吃吃看喔 好 好紅喔 都看到辣椒顆粒 對啊 哇 超嗆辣的那個蛇尾還有喉嚨現在 他們現在喉嚨完全就是 好可憐 充滿了辣椒這樣 嗯 這種 台式炸通常都有六七八種醬料 像這兩個味道 那個 雞底是很接近的 就只是辣度不同 嗯 所以下次來其實可以摺衣就好 對 但是那個Volcano這個 我建議 不能當唯一的醬料 對 不然的話你應該只能沾一點點 不然真的是很 就沒有這樣可以用了 對 你如果沾多的話就是大辣的程度 那你剛吃那個是雞胸肉會柴嗎 不會啊完全不會柴 是少數的不會柴的雞胸肉 不錯 好喔 好我覺得今天吃的還蠻滿意的 就在這裡面 登登 這兩家 快好了 我們的車車在哪裡 好在美國的話呢 停車場非常的大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欸 停車要停在離那個電競才對 但其實不是 我們通常去超市啊什麼之類的 停車都是離那個 放還這個推車進 就是最方便的 因為不管你停在哪裡 你的推車總是要還嘛 這樣還車就很近了 好 這是我們買的菜 剛剛那個超市很誇張喔 蔥 現在特價五把 只要99千 就是 30塊台幣不到 就是五把 OK 你 不用擔心 你 不用擔心 你 你 真的